耶稣清楚说 他讲说我要将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盆石上 阴间的权柄 是不能够升过他的 我们知道 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有一个的独特性 就是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的百姓 常常都会遭遇 黑暗的恶势力的攻击 在这一边是第一次提起教会 耶稣升天之后 他们也留下任何的技工 集团 但是他把他的门徒留下来 建造了第一间的教会在耶路撒冷 然后耶稣说 这一间的教会 将会面临 黑暗的势力的攻击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里面 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一间教会在耶路撒冷 只能够在安宁的日子度过 整整整的十年而已 我的意思是说十年之后 基督徒就面临逼迫 然后神的所有的门徒 教会就分散去到撒玛利亚 犹太全地 直到地底 你思想一下 那时候的教会只有十年的历史 我的意思是说 是一间非常忧嫩的一个的团体 但是这个团体 他们必须要面临整个的恶势力 包括在当时的政治 社会 其他的民族的冲击 我想一下 那时候 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不但只生存下来 他们同时 能够把主给他们的福音传开 不只单单把主的福音 停留在耶路撒冷那个中心 传开整个撒玛利亚 犹太全地 直到世界的每一个的角落 在2015年的第一个主日 我要特别跟教会来分享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非拉铁非教会里面 如何在这个充满着 危机与动荡的马来西亚 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如何能够生存下去 不单只是生存下去 教会神的耳里 神的百姓 如何把神的福音 把神所托福给我们的 传扬出去 好像初期的教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 耶稣给他的教会的吩咐 耶稣给门徒的吩咐 这边告诉我们说 当彼得认得耶稣基督就是父神的儿子之后 彼得就得着了这个启示 然后耶稣就跟彼得讲说 他要将他的教会 记得这个教会不是我的教会 不是你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因为18节告诉我们说 耶稣讲说我要将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坛石上 所以我想提醒大家说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温习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的教会 如果说要能够生存下去 或者是活得更精彩 完成神所给我们的梦想 成为基隆坡的灯塔 要记得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将我们的生命 建造在这坛石上 你可以说Amen吗 耶稣讲说我要将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坛石上 为什么教会一定要建造在坛石上 为什么不可以建造在高台上 建造在砂土上 为什么是建造在这坛石上 诗篇这边告诉我们说 诗人说 他说神啊求你择耳听我 快快地来救我 成为我坚固的磐石 救恩的宝扎 诗人就被讲说 他祷告神 让神成为他在患难中的什么 坚固的磐石 说坚固 说坚固 再说坚固 我想告诉大家 说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整个马来西亚的前路 并不很乐观 教会更加是 所以我们应当将整个的教会 将你的生命 我的生命 你的家庭 我的家庭 你的事业 必须要找一个最坚固的一个基地 来建造 因为所有的挑战 所有的冲击领导的时候 我是否能够继续地生存下去 未来的五年 十年 二十年 那我告诉大家说 诗人他清楚知道 当他遭遇所有的患难的时候 能够使他 继续地屹立不倒 就是要让神成为他 建固的磐石 因为这个磐石代表什么 代表着神救恩的保障 今天你的保障在哪里 在保险吗 是否是你银行户口的钱财 或者是你的失业 所以让我告诉大家说 在2015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知道 除了耶稣基督 别无所依靠 刚才在祷告里面 我的确看到一个异象 环环相扣的一个异象 当我们教会 当你和我 紧紧地扣着这磐石 而这个磐石是坚固的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其他有需要的人 其他的灾民 其他流里是锁的 那些灾还没有在我们当中的 只有这样子 他们才能够紧紧地抓着我们 扣着我们 但是 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扣着这坚固的磐石 我的意思是说 连我们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摇动 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别人所心靠的呢 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别人在患难中里面的盼望 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别人在饥荒中里面的供应 弟兄姐妹 诗人大卫 他是一个非常懂得认识神的一位的诗人 他曾经描写他自己为什么 为一个贪险家 所以诗篇有另外一书讲到说 在祸哼中 在鱼女中 你把我救出来 你将我的脚放在磐石上 使我的脚步稳大 说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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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告诉大家说 未来的五年十年里面 整个的国家的前景 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 亚航QZ8501的四年 空难 是今年2014年一整年里面的第三次的空难 马来西亚 其实报导告诉我们说 其实2014年的空难可以说是在八十多年以来最少的一次 全世界的统计 2014年是最少的一次 当然 这是全世界 但是在马来西亚 却是在历年当中里面最多的一次 当三个礼拜讲完道之后 去到后面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给我看Facebook面子书 收到这样子的讯息 我第一个内心里面的反应就是 What's wrong with Malaysia 到底马来西亚出了什么的问题 过后有一些弟兄姐妹有 传短讯 有心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次的空难里面 有很多是基督徒 有一位是韩国的宣教士 有些弟兄姐妹因为这件事情觉得很迷惑 包括我自己在当中 我也告诉一些弟兄姐妹在短讯里面 我没有答案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 我也是说在未来的五年十年里面 我们真的是很难预测 整个的国家呢 将来包括我们基督教 换句话说 未来的五年十年里面 我们好像一个探险家 我们会跌进这个祸坑中 但是弟兄姐妹 诗人的经历告诉我们说 当他跌入在这个问题的 漩涡的当中里面 他挣扎 你要知道这个祸坑 是运 是昭石之地 当你跌在这个昭石之地的祸坑当中 坑中里面 当你越挣扎 其实你就越陷得越厉害 你越挣扎 你就陷得越低 所以我在2015年我要提醒大家 不理在往后的日子里面 什么事情临到我们当中 临到你的家庭 临到你的事业 临到我们的教会 临到马来西亚 记得不要惊慌 不要挣扎 当你越挣扎的时候 其实你越陷在 你的问题的坑中 要记得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神有给我们一个应许 他必要把我们 救出来 他必要把我们 救出来 你可以说Amen吗 救了出来过后 他会把我们的双脚 放在哪里告诉我 会把我们的双脚放在哪里 盆石上 为什么 使我们脚步稳当 虽然 未来的五年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 不是仅有计划 就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去到终点线 但是我们知道 不理发生什么事情都好 神不仅仅会救我们 同时会把我们的家庭 把我们的事业 把我们的教会 把我们的生命 放在这盘石上 使我们的脚步稳当 什么叫脚步稳当 意思说 在未来的五年里面 我们仍然还是要跑 我不是说过吗 在最后一个的足了 在2014年里面讲说 我们必须要忘记背后 我们不可以回头望 我们必须要 向着标杆 狂奔 虽然我们每个人 输在我们的起跑点 但是我们必须要 赢在终点线 你可以说Amen 我们是否能够去到终点线 去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 在未来的十年里面 我们要比往年跑得更快 你说牧师 当我们跑的时候 我们会跌倒 放心 放心 神会把我们救出来 当他救了你出来的时候 你在跑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脚步是稳当的 别人会跌倒 在你左右旁 你的同行 他们会跌倒 他们会被淘汰 但是我祷告说 你不会 条件 条件 就是我们必须要将 我们的生命 建造在这 磐石上 说磐石 说磐石 说坚固的磐石 这磐石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 12月31号 8点半 我们整个教会 我们一起来祷告 当然那不算是跨年的祷告 我们祷告到10点多 但是那时候神感动我 一出的经文就是诗篇的27篇 我喜欢这一篇的经文 因为大卫说 他说我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很多时候到年尾的时候 我们列出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去做 在2015年 我们列出了很多事情 我们要去完成 但是让我告诉你 私人只懂得一件事 而这一件事 就使他成为最伟大的君王 他说有一件事 我曾求问耶和华 我仍要求问 因为我要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赞扬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中里面求问他 大卫他知道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君王 在所有那么多的艰难的攻击底下里面 他能够登上这个宝座 成为君王 屹立不倒 治国四十年 他的秘诀就是 只有这件事情 就是求问耶和华 住在神的殿中里面 你说牧师 我如何把我的生命 建造在这磐石上 你必须要记得这件事情 当你在跑的时候 当你真的是跌入这个祸坑 你要让神救你出来 你必须要做你应当做的 意思说你必须要 好像大卫这样子 你只是记得一件事情 在2015年 在2016年 不理有多大的挑战 你必须要回到神的殿中里面 求问神 为什么大卫那么的确定 因为大卫知道 这一件事情 这一节的下半节 大卫他说什么 他说他在遭遇患难当中的时候 神安安地保守他 他在神的亭子里面 神把他藏在这个 张目的隐秘处 听好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 神耶和华把大会 高举在哪里 高举在哪里 大神的跟我说 高举在哪里 高举在磐石上 换句话说 这个磐石 是有高度的 这个磐石不是在平原那边 这个磐石是在什么 山沙 高举大卫放在磐石上 好让大卫能够 昂首 高于周围的仇敌 耶稣说 我要将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够升过他 意思说 耶稣老早就知道 他离开之后 他把教会留在这地上 而教会必须要面对 仇敌的攻击 而这个攻击是来自于阴间 这个势力是来自于黑暗 源自于地狱 要摇汉神的教会 但是你要记得 好像大卫所说的 但什么时候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 有一样事情 你一定要记得 你一定要回到神的家中 不理你所面对的问题是健康 是婚姻是事业 当你回到神的家中里面 你求告他 你求问他 就好像我们面临 马来西亚一连串 三件 空难的事故 我们不明白 但是我们 可以回到神的天中 去到神的同栽里面 去求问他 把我们心中里面 所有的疑问诱伤 带给他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请听好 请听好 神坐在大卫身上 同样会坐在我们身上 他会高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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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告诉大家说 在2015年的时候 神会继续高举我们的教会 神会继续高举你的事业 神会继续高举我们的事丰 放在哪里 高出的磐石 所以弟兄姐妹 在新的一年里面我说的 我们必须要从 更高的起跑点开始 意思说我们必须要 对自己要求更高 对自己要求更多 意思说要把我们生命 紧紧地建造在 这磐石上 很多时候 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被那个问题 击垮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发现 那个问题高过我们 我们发现 那个问题如同种山 围绕着我们 我们惧怕 我们觉得无助 但是让我告诉大家 耶稣基督 他的磐石是在高处 而那个高处是 永远高过一切 所有的仇敌 所以大卫 他可以昂首 所以弟兄姐妹 在2015年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说 当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要你昂首 我不要你低着头 去过你的日子 我不要你低着头 看着你的缺乏 看着你的软弱 看着你的缺点 看着你的问题 我要你昂首 去面对2015年 为什么 因为神允许我们 在高处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事业 将会高过我们的仇敌 最近我 跟一些朋友 坐在一起的时候 一些朋友 他们所认识的大商人 他们讲说 马来西亚钱 你不乐观 只要有投资的机会 他们都会把他们的钱 移去国外 如果说相比之下 在马来西亚 有投资的机会 和国外的话 他们会选择去国外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在过去的 这两三年里面 马来西亚的 宗教和种族 极端的主义 越来越猖狂 可以这样子说 当然弟兄姐妹 让我告诉大家说 最近在包装上里面 真的好像秦牧师所说的 沉默的少数 G25 有25个马来同胞的 有名望的马来同胞 他们挺中庸 他们认为说 马来西亚的前景 如果说跑这个 宗教种族的极端主义的话 马来西亚是没有前景 唯有继续跑中庸的道路 维持宣法 但是那我告诉大家说 这个挺中庸这条路 不容易走 因为在这25个的 马来同胞里面 他们都是一些 过气的政治家 他们不是当权者 所以挺中庸 是一个的 民意行动 但是这个民意行动 必须要有更多人的参与 更多人的推动 他才能够形成一股的力量 他才能够禁止 这些所谓宗教种族的 极端分子 所以我才说 如果说我们教会 神的百姓 不只是当然非拉铁非教会 我们连自己都孤不好 我喜欢孔子的思想 孔子说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如果说要改变天下 改变世界的话 必须要把国家 治理得好 要把国家治理得好 必须要 建立一个 幸福美满 健康的家庭 但是整个的家庭 是建立在 个人的 品行 修身齐家 我的意思是说 教会 应当是在修身齐家 最厉害的 最本事的 因为教会有很多的教导 都是告诉我们 说我们个人的成长要如何 如果说未来的五年日子里面 我们真的是要改变整个的马来西亚 不想看到马来西亚 走进这个宗教种族的极端的分子里面 使到马来西亚的经济垮下来的话 使到马来西亚失去和平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角色要扮演 当然我不是说 我们要去参政 去举牌 去挺重用等等 新州热霸会做很多东西 但是我说最起码 每一个家庭主妇 每一个做父母的话 每一个做孩子的话 我们最好是在 未来的五年里面 好好的将我们的生命 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 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好让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家庭 是稳固的 使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的婚姻是有见证的 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有力量 参与整个的国家 整个的社会 民意行动的运动 来给整个的国家带来改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整个国家转化的工作 但是要从我们生命开始 马来西亚在2014年 结束的时候 之前 除了有空难之外 大家都知道 还有水灾 北马和东海岸的水灾 你们可以问利姨姐妹 利姨姐妹在刮木上 她就最清楚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说 水在淋到的时候 有很多家 每一家每一户 都会被洪水淹没 吉兰丹最新的统计 最新的统计 有1500个家园 全毁 不是淹没 是全毁掉 为什么 因为当洪水来到的时候 由于这些家园 他们的家没有好的根基 就面临全毁 同样的今天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水灾 除了雨量多之外 当然还有人为 马来西亚的 过度的开发 经济蓬勃的发展 走在人的文明之前 所以导致到 我们要面临很多 经济发达所带来的 后遗症 包括水灾 但是这件事情 可以值得我们去反省 我的意思说 我们常宣告 出的经文 虽然洪水泛滥 但是神仍然坐着为王 这是没有错 但问题如同洪水 冲击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我们可以仰望给王 因为我们知道 祂是仍然掌权 但是 有一样东西 我们是可以做的 当洪水还没有来到之前 当危机问题 还没有来到之前的时候 我们如何建设我们的家 我们如何建造我们的教会 我们教会的根基是如何 有一句经文 是我们很熟悉的 当我读的时候 突然间 我明白过来 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六章 讲到说 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 聪明的人是什么 聪明的人 他盖房子的时候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说他是 听好 他是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建造在哪里 告诉我 磐石 但是他还没有把 这个房子的根基 建造在磐石之前 他做了什么 他深深的挖地 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个经 这一节 这个词句 他深深的挖地 非拉铁非交友成为 吉隆坡的灯塔 吉隆坡的象征是什么 凯陶塔尔 吉隆坡塔 吉隆坡塔是从1991年开始建造 足足花了十年的时间 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只不过是在原有的工地里面 挖土 挖掘泥土 用一年的时间 然后第二年的时间 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他们做什么 打地基 打底层楼 到了第三个阶段 才开始建讨 整个的工程是四年 前面的第一个阶段 和第二个阶段 用了一半的时间 换句话说 前面的两年 当你走过那个 Buchang那个地方的话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得到 意思说要建造这个 吉隆坡塔的时候 整个的工程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什么 深深的 挖地 未来的日子 十年之后的非拉铁非教会 是一间如何的 非拉铁非教会 十年之后 你的家庭 要成为一间 这样子的家庭 十年之后 你的生意 你的事业 要成为一个这样子 生意和一个事业 你必须要去想 为什么 因为 我们需要深深地挖地基 挖得多深 花多长的时间 花多少的功夫 去挖的时候 在乎什么 在乎整斗的建筑物 或者重量 设计 高度 这样会决定 我们花多长的时间 在地基里面 弟兄姐妹 吉隆坡的灯塔 我们要成为一间 无强和荣耀的教会 我们要成为一间 复兴的教会 我们要成为一间 千人的教会 我们要打造一间 人人爱上的教会 不要让它成为 只是一个口号 我相信这个时代的教会 比以前 来得更加的坚信 更加的困难 为什么 因为社会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不简单 我深深地感觉到 我们的下一代 我在祷告会 我已经说了 我不妨再重复 我们的下一代 将会更坚信 将会更辛苦 如果说未来 我们的下一代 要能够生存下去 成为各领域的 佼佼者的话 成为领袖的话 我们的下一代 必须要比以前 更加的用心 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群分 更加的认真 我们才能够活下去 我相信 尤其是活在城市里面的 华裔 华人 但是我们都要为这些东西 来感谢我们的神 为什么 因为当我了解 犹太民族的时候 犹太民族之所以 那么的优越 当你发现 神所卷选的百姓 他们的历史 他们几乎是 没有在安逸的日子过 神的百姓是在 埃及那个地方 被压迫 生养众多 经过红海 到匡野 倒闭 从匡野所生的 去到迦南地 牛奶与蜜之地 以为说有好日子过了 因为是应许之地 牛奶与蜜之地 但是去到那个地方 有巨人 巨人 我的意思是说 在往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如何生存下去 他们必须要面临巨人 他们必须要面临 好像在埃及里面 所面临的 逼迫 各个方面 政治 社会道德的标准 包括经济 在马来西亚 兄姐妹 在我还小的时候 我们常常跨口 马来西亚是一个 这样子的国家 马来西亚是没有 天灾人祸的 马来西亚三大民族 和睦相处 所以我这一代的 成长的整个的大环境里面 我们都是很舒适的 我们都没有一些的 天灾人祸 好像在过去这只十年里面 从来没有过 那么严重的水灾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马来西亚里面 一年有三次的空难 我们成为华人 说我们从来没有 像过去这两三年 那么的紧张 因为种族极端主义的分子 所以我相信 这些所发生的事情 听好弟兄姐妹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为什么 我曾经讲过 居安思维 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 当我们处于 在很安逸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只懂得享受 今日有酒 今日醉就好 我们今天的成果 我们就好好享受 庆祝一番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 一个危机的意识 想着说可能明天 灾难明天就会临到 但是如果说 我们是居安思维的话 就算是马来西亚 在安逸的日子 就算是教会 在好的日子里面 我们应该预测 想一想 可能明天教会面对逼迫 可能明天教会里面 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到底我们准备好去迎接 这些所有的危机没有 你的事业 你的公司也是一样 2014年赚钱 2015年赚钱 你在安逸的日子里面 你应当有一个危机的思想 如果说我们将 马来西亚的这个空难 一年三次的事故 把它穿连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它不仅仅是 天气的因素而导致的 我曾经问过专家 飞机师 他告诉我说 一家的飞机要空难 是极困难的 要发生意外是很 除非说 它必须要经过 第一个的疏忽 再经过第二个疏忽的洞 再经过第三个疏忽的洞 所有疏忽的洞 把它穿连起来都穿过 最后它才会来到 这个终点 飞机才会空难 所以它的巴仙率 发生是极低的 因为飞机是高科技 还有很多的层面 来保护这个飞机 但是一年里面 竟然有三家飞机的空难 都发生在我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是否 应不应该 好好的警惕一下呢 你的家庭 我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 会否会遭遇到 好像这些空难所遭遇的事情 但是弟兄姐妹 我要提醒大家 要兼照 在磐石上 好像那个聪明的人 他必须要深深地挖低 意思说他必须要努力 他必须要很硬群地去做 耶 耶稣讲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路加分第六章是在两千年前 两千年前 搭搭的挖低 深深的挖低 有没有那个神手啊 有没有那个迪克 有没有 有没有那些科技帮忙 有没有 有没有像我们所看的 那个短片有没有 没有 我去网上里面去查考 有一个词 有一个字眼 它说 是叫 汉 汉土 或是杂土 意思说 泥土当中里面 它有很多的缝 有很多的风险 意思说 这些缝必须要用一些粽物 这些泥土必须要用这些粽物 一直冲进那个泥土 冲进那个泥土 冲进那个泥土 使到那个泥土是结实的 使到泥土里面是没有缝的 因此呢 它不会面临什么 淹水 在地底层 所以 在古代的时候 所建造的万里长城 或是秦始王的灵工 必须要用庞大的人力 上千上万 来深深的挖土建造那个地基 才会有那么雄伟的建筑物 我所讲的一切 都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庭 回到我们的教会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 经营教会 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随便的事情 很轻易的一件事情 你错了 为什么 因为 我相信有一个想法 我突然间想起 就是以前 我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去一些的 庙域等等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去到那个庙域的时候 那个庙域是很肮脏 很多灰尘 没有什么人打理的 很成就 跟这个社会 好像是完全的脱节 好像是完全的孤立 在整个社区的每一个角 某一个的角落 是要等着整个的社区 去支援 这个庙域 才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当我们清楚之后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 教会也应当是这样子 你错了 如果说教会 你和我要成为世界的光 和世界的盐 你和我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 都必须要是在各个领域里面的领袖 我期待 在我们教会里面 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里面 有更多的企业家站起来 为着神的国度 在那个领域里面 他是佼佼者 他是No.1 我期待在我们教会 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里面 有更多的专业人士 医生 工程师 兴起来 牙医 兴起来 校长 老师 兴起来 会计师 兴起来 律师 兴起来 为什么 因为教会 绝对是 不是 二等式的一个集团和团体 所以当我们知道 这是神的教会 在未来的五年十年里面 我们所面临的考验 是那么多 所以打从 在2015年开始 你和我在 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包括你在教养孩子身上 包括我们 资历整体的教会 牧羊整体的教会 我们必须要 更加的用功 如果说 建造万里长城 和秦始王的灵工的话 需要用庞大的人力 去挖掘地界 更何况 是神伟大计划的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你听见 神在2015年 对你生命的呼吁吗 我听见 我听见 马来西亚正处于 在东当的时候 其实越黑暗 就应当显得越光芒 越有危机 我们就应当看到 他的机会 但是 我们输在起跑点 我们教会在 Subank 2这个地方 我们教会是在 一个偏远的地方 我们教会现在 没有什么的大企业家 我们教会现在 也没有太多的 专业人士 有一些 但是 我们输在起跑点 我们可以赢在 重点线 但是在未来 五年 十年的跑道里面 你和我必须要 更加地用功 更加地努力 更加地化工夫 更加能够吃苦 刚才我不是说过吗 最担心的是 我们下一代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 真的是 不大能够吃苦 我已经是 我相信我的下一代 更加糟糕 所以未来的五年 我们必须要预备他们 设立更高的起跑点 向他们要 但是我们向他们要 不是夺取他们 他们的生命 其实是建造他们的生命 好让未来的十年之后 他们去到终点线的时候 他们成为那个脚脚子 不然的话 他们肯定在 在未来的五年十年里面 他们会被 整个的社会淘汰 我讲的是淘汰 如果说他们不能够 成为No.1 我们不能够成为No.1 我们肯定被淘汰 肯定被淘汰 我用这个敬畏 然后我就结束 保罗在哥林多教会 他这样子说 我是与神同工 你们是我跟踪的田地 是我建造的房屋 我招着神的恩 成为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的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怎样子 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听好后面那句 只是个人 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保罗这边他所说的是建造教会 他建造的哥林多教会 形容为什么 好像是房屋 他有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就好像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所看到那个聪明的人的时候 他听见神的话的时候 他就去行 就好像他什么 深深的挖洞 花功夫 花努力 花努力 认真的去做 保罗他也是这样子 他照着神所给他的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神给他的启示 对于教会的启示 然后他立好的根基 同时在这根基上面 在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福音的上面 由其他的同工 比方说亚波罗 比方说基法 都在上面建造 他有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要谨慎 说谨慎 说谨慎 再说谨慎 再说谨慎 谨慎是什么意思 小心 留意 看守 因为在那时候建造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假先知 有很多的一端邪说 也有很多的所谓支撑的使徒 来到当中里面 迷惑了哥林多教里面的心头 保罗讲说 他建造教会的时候 他有一个态度 而这个态度就是谨慎 所以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在新的一年 2015年 你建造你的生命 你要谨慎 建造你的家庭 你的婚姻 你要谨慎 因为在末后的日子里面 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 他是无孔不入 因为阴间的权势 他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所以我们要谨慎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奉 跟当如此 教会 我相信 I believe 小心 留意 用心 守着这个第一季 守着我们的教会 There's no shortcut 没有节俭 There's no express 没有快速的方法 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 保罗有讲到说 建造这个房屋的时候 必须要用什么 金银宝石来建造 不可以用草木合结 意思说 那个态度 用供应群很重要 但是同时 那个材料也是很重要 未来的五年 我们建造这间的教会 你要记得 我们只能够用 金银宝石来建造 你知道吗 1999年 在台北的大地震 92亿 发现了很多的工程 称为什么 豆腐渣工程 什么叫豆腐渣工程 就是说 他们建造那个房屋 他们什么 偷工减料 在2008年的 四川大地震 有很多锁的学校 毁于一旦 为什么 豆腐渣工程 偷工减料 没有符合 100%的标准 回到教会来 回到教会 建造教会 就等于建造房子 建造你的婚姻 建造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也是一样 你是用什么材料 我是用什么材料 你说牧师 我有 我要提醒大家 豆腐渣工程 它里面用材料 有 但是是混杂 它是RAJAR 意思说 它用金银宝石 同时也加一些什么 草木合间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建造 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子 我们为了走捷径 Express Shortcut RAJAR一下没有关系 偷工减料 掺杂一些东西 听好 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 哥林多前述的第三章 保罗是用什么语气 跟哥林多教会讲 他有说 我跟你们说话的时候 你们本来应当是属灵的 但是你们还是属肉体 你们现在还是属肉体 我本来可以用奶来喂你们的 但是你们 不能够 我本来想用饭来喂你们 但是你们现在仍然是喝奶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属肉体 因为在你们当中里面有什么 有纷争 有都记 都是属肉体 你们做事情是照着世界的方法来做 牧师 哥林多教会不是最属灵的教会吗 哥林多教会 不是列出很多的属灵恩赐吗 九大恩赐 都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有的 保罗苏星 哥林多教会的苏星里面有有 听好 很清楚弟兄姐妹听好 很重要啊 很重要提醒你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属灵 就是恩赐而已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 一间教会的属灵就等于是 化等号为什么 倒在地里面 说方圆 然后在灵里面的运行 来医病赶鬼 那当然是属灵 但是是属灵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指什么 是属灵的生命 Spiritual Life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造 那么多教会最属灵 最有恩赐的教会 但是在哥林多前述的第三章 保罗竟然当面说 他们是属肉体的 所以我相信 保罗所讲的草木和阶是指什么 是指教会在当时 有很多属肉体的事情 弟兄姐妹 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属肉体的事情 在教里面会发生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会发生 在我们的事业里面都会发生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建造 根基在基督的盘石上里面 就好像在2014年 这个主日我所说的 我们必须要什么 逃避这些事 逃避这些事去说不要回头望狂奔 这些事是什么 贪爱钱财 这些事是什么 指肉体的事情 指邪情私欲的事情 这些事情就指在加拉太书里面 所说的所有属肉体 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去追求什么 还记得吗 这个主日我说的我们要追求 追求的意思说 在原文的意思说是不断的 一生都要去追求 追求什么 公义 敬请 爱心 耐心 温柔 这些都是属灵的属灵 是要我们一生去追求的 但是那我告诉他 当你追求这些东西 当你追求属灵的生命的时候 你会发现 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事业 好像没有及时的帮助 今天这个世代 我们希望什么的成果 都是及时的 所以我讲说五年 五年 如果说你愿意听我说 你愿意去学习 五年 很谨慎 在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你的婚姻 在你的施风里面 深深地挖一个洞 然后记得 不要罗家 不要混杂 不要将你的肉体 将草木合结 放进去 要将经营宝石 我只是讲宝石就够了 因为没有时间 什么叫宝石 宝石预表什么 宝石预表着 圣灵的工作 说圣灵的工作 说圣灵的工作 因为宝石是化合物 在地里面所找到的宽物质 它必须要经过高度的燃烧 然后透过一个巧匠 然后将那个宝石 不好的东西拿掉 把好的东西仍然存留在当中 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一个房子 那我告诉你 你的婚姻有问题 因为你有问题 你的事业有问题 因为你有问题 不要把责任推卸在别人身上 不要怨天尤人 记得 在未来的十年里面 我们的国家 不理发生什么事情都好 记得 非拉铁非家的百姓 神的儿女 不要埋怨 不要批评 谁不会批评 谁不会埋怨 包括做工的 不理金针有多大 不要埋怨整个市场 学习什么 谨慎 在上面用心用力 应取的去做 把神所托福给我们的东西 把它做好 做得更好 更加的努力 今天的努力 不是为了明天的成就 今天的努力 是为了十年后 更好的我们 更好的教会 更好的侍奉 更好的家庭 更好的企业 更好的服事 十年后 所以弟兄姐妹 我让我提醒大家说 我们现在的努力 不是为了明天 不是为了2015年 2015年 哇我们教育要多 不是 十年后 是 the next ten years 我想问大家说 我们绝对不比别人聪明 对 我们也绝对不比别人 更有 先决的条件 天时地利的人 没有 在我们当中 所以唯一一样东西 神启示我们 告诉我们 未来的五年十年 如果说我们要 在这个市场里面 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社会里面 能够生存下去 成为最好的教会 成为基隆坡的灯塔 有一条的出路 谨慎 怎样子在上面兼奏 用心 用力 保守 守着 用功 别人可以做 别人可以做 但是我们不可以 有些事情 别人可以放纵 但是我们不可以 为了是十年后的我们 当我们建造的时候 你要记得 我们必须要让圣灵 在我们信中里面 动工 好让我们成为 那个宝石 这个房子有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 我想这个房子 更好的话 我必须要成为更好 如果说我要看到 这个婚姻 更好的话 我必须要更好 如果说我想看到 非拉铁非教会 更好的话 答案是如何 我们成为更好的信徒 我成为更好的牧师 我成为更好的领袖 我要比以前更用功 肯定 我让圣灵动工 我所有不好的东西 我如何才知道不好 除非我把自己 好像宝石 放在高温度燃烧 高温度燃烧 就等于所有的思念 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考验 所以在2015年 2016年 不要怕面对问题 不要怕面对挑战 面对它 因为这个是高温度的燃烧 但是在燃烧的时候 不要埋怨 祷告圣灵 祷告圣灵 向圣灵敞开 跟圣灵说 圣灵啊 在我生命中 里面有哪些东西 是不讨你所喜悦 有肉体的成分 求你把它拿掉 但是我生命中里面 有哪些东西是好的 是讨你的喜悦的 圣灵啊 保留在我的生命里面 当你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成为那个 暴使 我们的教会 就是一间有根有鸡的教会 就是一间的教会 是在小这件事 对 我的意思是